好 马上要过年了 不少人准备水果礼盒来拜年 而今年最夯的送礼第一名就是樱桃 夜者呢 一天可以卖出三百盒 不过您知道吗 买这个樱桃也是有美高的 像是如果想要吃比较脆 带点酸甜滋味的 要选智利樱桃 如果要吃大颗肉多 要选的是澳洲樱桃 而至于甜度最高的是纽西兰来的 不过这些可不便宜 都是千元起跳 后车想摆不过后座 还要三一年 接着水果里 这位太太花上万元钞票 买最多的就是她 这盒两千块 紫红色超大颗樱桃 看起来就像一口吞下 今年最夯的水果礼盒 非它莫属 红啊 红的樱桃 小孙子喜欢吃啊 小小一颗个吃啊 看准红色喜气洋洋 批发市场 煤炭都摆上满满满的樱桃礼盒 老板忙着检查外观漂不漂亮 还要赶着出货配送 大箱小箱通通都是空运来台 这已经是一整天的第五批出货 准备得宅配运送 年前平均一天的量都是一两百盒 这样子 一两百盒是小case 预估出息前两天 每天还会卖上三百盒 不过买樱桃也有学问 像这箱五公斤重的樱桃 两千五起跳已经算便宜的了 不过口感有差 比比智利樱桃比较脆 带点酸酸味道 澳洲最大颗肉质比较细致 纽西兰来的颗粒也很大 口感最甜 大小来看 澳洲和纽西兰的樱桃 光是一圈圆周就有3.2到3.4公分 而智利的大约2.8到3公分 那需求性的话 跟零化街一样 都是差不多跳五倍以上 大颗甜美的樱桃 红桃桃又带点桂器销量暴增 成了很多人今年过年最爱送的水果第一名 记者正中 陈山台北采访报道